郎子燕青听上官玉环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之后 他再也摁不住胸头火了 梁山好汉体天行道 见义勇为济困俯卫 他要帮着这姑娘报仇 杀到秦庭去 先杀了这个秦天柱有什么话再说 姑娘一看这这么得了 一切子就把燕青的去路给挡住了 他说燕君去不得呀 如果这么样到秦庭去 那我们就白白的送死 同死无异呀 你知道我这所谓的父亲秦天柱 他是设下了什么样的圈套 怎么对付你们水破梁山呢 我还有忠言相告 燕青听到这儿了 哦 心里暗暗吃了一惊 姑娘后边这两句话可打动了他了 眼睛正下要摸一摸秦天柱庄中的底细 上官玉环虽然与秦天柱有仇 可是人家也是妇女的名义啊 秦天柱有些什么事情不见得能瞒着他 姑娘知道的一定比我多 那么这前厅可暂时不去 他退身回来 坐在这儿 姑娘赶忙把这屋子收拾一下 收拾什么呀 得把那万丈彻楼灵牌藏起来 保健魂侠 桌围子以垫子都不要啊 全都得换上大红的 跟这外间屋啊 得协调起来 姑娘与先做这番布置的时候也是很担心的 她不知道燕青是个什么样的人品 但方才一看燕青这一举一动 确实是一位光明磊落的英雄 姑娘早就打定主意 是以心相许燕青了 不过人的燕青不忘这上面说 总是跟着姑娘这么客客气气 姑娘倒很为难 她把这东西收拾起来之后 给燕青打了一杯茶 姑娘坐在这儿 还跟浪子燕青说这次泰安神州类的秘密 说她父亲秦天柱是被高求用重金给买过去 高求派人亲自把秦天柱给请进了东京汴梁 这个类仅仅是个名义 其实呢就是要把水破梁山这些英雄是一网打印 其中也包括着王庆方腊田虎 据说还在泰安城中 埋下了一百颗地雷 暗藏着一百门火炮 说朝中有一个官员叫轰天雷灵震 他是专门制造火炮和地雷的这么个人物 这人本是相当厉害 据说此人早已经来到了泰安 他不惜银两招聘了二百多名工匠 给他制造这火炮和地雷 如今把火炮地雷已经全制好了 这地雷埋在什么地方呢不知道 可这地雷的药脸子 只有我父亲秦天柱知道 火炮藏在什么地方呢 也没人知道 把这些玩意都修好之后 高求下一道密令 就把这二百多工匠秘密都给杀害 更为毒辣的是在这修火炮地雷的同时 谁要是请假回趟家 这全家就算倒了没了 一个蒙活呀 有几口算几口 是一齐杀害 据说这二百多人就逃出一个来 到现在整个泰安 官府还在捉搭这个人 不知道这人藏到什么地方去 另外高求在泰安城外埋伏下 精兵一万 派了数十元名将 都在那藏着 这些粮草都由我父亲秦天柱筹划供给呀 而且这还住着半个钦差 这个钦差姓古叫古木空 人宋一号贾驼头 他是太尉高求 心静聘来的一个护福交通 此人是或僧或道 或官或俗 自称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是善于乔庄改办 上官女皇说这样 浪子远青就坐不住了 气得他一气只咬牙 他最恨这和尚 你瞅瞅他那份可怜笑 吃不饱穿不上 他是个画小圆的破和尚 走不这儿 人家那个庙主可怜他 允许他在这住几天 这座庙里头不许可收留过往客商 他说了个天花乱坠 无精百业说梦话 感情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鬼 现在把我也蒙了 把我三哥也给弄走了 他站起来问上官于环 姑娘 我问问你 这个火僧火道之人 是不是就住在你们家 于环姑娘一听一点不错 此人正在这 哦 燕青这两个手就在身上抓着开了 他抓着什么呢 找他那刀呢 新郎官入洞房哪能带刀啊 身上是寸铁皆无啊 他有点后悔了 哎 我怎么把刀割那屋了 燕青 一斤万歪就走 就想去找刀 然后就学们这货僧货道的古墓空去 姑娘一看您不用着急 这个僧人没走 这个僧人没走还住在我们家 同时我这话还没跟您说完呢 他还捉来了一个人 据说这个人是梁山首领 及时与宋江 可是没人见过这宋江 都是猜测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其人 说是还有一个人在保护着他 跟他一路同行 那个人武艺很高 已经走丢了 不知哪儿去了 哎呀 燕青这时候 像滚牛金肠似的一样 把他急坏了 在姑娘的面前 他没有显露出来如何暴躁 他前按住胸头的怒火 问了这姑娘一句 这位宋江是杀了 还是活着呢 姑娘说 就丘在我们的庄里 啊 多谢你啊 说着燕青给姑娘 深识了一理 上官玉环奇怪 燕青这是何意 姑娘 我跟你实话说了 我就是保护及时与宋江的 那个人 我是奉军令下山 到泰安去拜访一个朋友 中途欲语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哦 姑娘这全明白 那么燕青你打算怎么办呢 眼睛一听没什么说的 我现在急于是想 把我三哥宋江救出 不然的话 我回山 见了山城的这些英雄 都无法交代 姑娘听到这样 轻轻摇摇头 不是那么容易 怎么这么说呢 我听我母亲跟我讲啊 高雄在这撒下了天罗地网 你们梁山 不仅仅是你和吉时与宋江 宋头岭到泰安来 后面还有几路人马 哦 燕青一听什么 姑娘难道你知道吗 上官玉环 微然一笑 我是略知一二了 听我母亲跟我说了 第二路人马 你们派的是神算子蒋镜 铁笛鞋马林 第三路九文龙使劲 黑炫风里葵 第四路赤发鬼流淌 青面兽阳志 第五路火眼孙尼邓飞 紧豹子阳林 第六路并关锁阳雄 拼命三郎石秀 第七路立即太岁 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 第八路追命判官李立 火炎罗阮小青 第九路挨脚虎王英 桑门神报序 第十路九尾规 陶宋望古尚早十千 君与宋头领是一路挟九路 十路都找草 这十路人马 有的是扮作客商的模样 有的是带领人马而行 这些人陆续已经来到了 泰南地界 可是现在我最担心的呀 就是这些人 不等进到泰南城 就要被高求所害 我望燕君应该赶快翻回去 把这些英雄们给拦住 燕青这时候可为难了 要是听姑娘的话 去拦这些位英雄好汉 道士队里 可是三哥宋江怎么办呢 要求宋江救了三哥 那么这些位要一个个全 落入人家的网络 这我也有责任呢 因为我是先行官呢 第一个跟着及时与三哥到泰南来的 我不知道这就作罢了 知道这个信 我不回去告诉一声 这怎么能行 燕青面有难色 姑娘善官玉环看出来 她问燕青你打算怎么办 你是回去送信去呀 还是先救宋江 燕青一听 还是先救人要紧的 宋江三哥乃我全山第一把金角 已要有个一差二错 我是没有面目再回山了 姑娘听到这后 也跟着为胜难了 为什么 救人可太困难 现在明知道及时与深陷龙台 可是不好救 别人都好说 我连我这个所谓的父亲秦天柱 我都不怕他 最可怕的是我母亲 为什么秦天柱这次能在太尉高球那领军职设类宅 他倚仗什么呀 就倚仗着我母亲 我母亲的武艺 我倒不敢说 说意盖天下 绝无对手 不过他有传家之宝啊 就是北斗金锥 我想把这锥得的手里都已经盼想几年了 看他都不让我看 他说凭这只北斗金锥啊 要把你们水破梁山 斩尽杀绝 上官玉环说到这儿了 朗子燕青心里都不听了 翻了个个 他没见过这个兵器 可是他听义夫 玉其林 卢尊义给他说过 这宗兵器是浦外的一宗兵器 玉其林给燕青讲兵刃浦 你下棋有棋谱 炒菜有菜谱 这东西在谱外 确切点说就是没谱 那怎么造出来的这宗兵器呢 说起来呀 这里边还有一段神话呢 这北斗金锥用什么打制而成的呢 据说是王母头上有一颗金钗 那钗不是两股吗 掉下一股的 蛇了 有能工巧匠就把这半颗金钗 做成了北斗金锥了 这个东西不管是金银铜铁 是玉其而断 为什么说它有点神话色彩呢 那你说它这么厉害 那瓣是用什么鞍的呢 那翘是用什么做的呢 它碰什么什么碗 沾什么什么蛇 储生就一个窟窿 那这窍不没法做了吗 大概是高级合金钢的 没听说 那时候还没有那材质呢 那反正它是有窍有半 所以就说是神话 反正这东西相当厉害 就是说呀 金枪将徐宁身上穿的那雁铃宝铠 什么都不怕 就怕这玩意儿 哦 怪不得青天柱 敢这么大的胆子 把太尾高求的这个君子就接过来 他就敢在泰安利类 扬言要会会天下英雄 感觉直接针对的就是水破凉山 这可怎么办呢 姑娘一看着不要紧 您在这儿要多住几天 这个事情就方便了 现在我们不是已经成为夫妻了吗 哎呀 眼睛就怕提这事啊 一提这个 他比什么都着急 怎么回事呢 他瞧这姑娘也不错 文武全才 可是有一样 谁也没有花呀 河北玉琪林没有做主 梁山的英雄好汉的没有唯媒 就在这儿无端的收正一个女子 那怎么能行啊 那时候她是那个年代 是那个社会 父母之命 眉拙之言 虽然这姑娘比那粉无燕强一万倍 燕青也很喜欢这姑娘 但是就不敢应这心 姑娘一看 刚说出这句话 脸浪子燕青的脸红的跟红布一样 姑娘也为难 你说这事可怎么办 姑娘是久目浪子燕青的大名 说这次母亲做主 把自己许备给燕青 她为什么布置这么一下子呢 在洞房里 就是要打动燕青的心肠 看看燕青是不是个酒色之徒 说别的我全甭管 你不是我老婆了吗 有什么话咱们再说得了 人家燕青可不是啊 确实是一位狭肝义胆的英雄好汉 姑娘说起自己这番绅士的时候 她忽然把眉头紧皱 忽然咬着牙关 握着双拳 恨不得立即就要给姑娘去报仇血恨 姑娘更加亲爱这位浪子燕青 真想啊 跟燕青是白头到老 可是一瞅燕青这个样啊 姑娘心里有点忐忑了 但是这又没法直接问 说你爱我不 那多惨呢 姑娘聪明绕了一个弯 说燕君你不必着急 我可以想方设法帮你把吉士与宋头领救出来 然后我还愿着梁山以彼之力打破神州内 然后我再随你上山 这就告诉你 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燕青直哆嗦 这可不行啊 心说我也得实言相告 人家姑娘是一片赤诚 我不能再这么绷着了 小姐啊 燕青实在对不住你 我不敢应亲 这句话姑娘当时哭了 那哥谁不难过呀 人家这么大的姑娘都跟你入了洞房了 说没这么回事 你这人还怎么活呀 燕青知道这话说的猛撞了 可是也说不回来了 这真是这么回事 朗殿青集中生智 小姐 你不必难过 我们虽然不能成为夫妇 可以成为兄妹 我能代我义父河北玉其林 卢尊义 书您为义女 燕青觉得这几句话 挺好 姑娘听着一定很高兴 姑娘更难受了 拜干佬哪拜不了 我干嘛非拜河北玉其林呢 眼睛一琢磨呀 不好 姑娘更伤心了 哎呀 急得都在屋里直打磨磨 这事不好处理 哥谁也发愁 发愁也当不了办事啊 这一大堆事都在这堆着的 这可怎么办呢 啊有了 小姐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之所以不敢应亲 说这次我应亲呢 不是天地都败了 洞房都入了 怎么又不应亲了呢 我这都是假的 是疯场作戏 都是为了我家头领 及时与宋江 我这才答应下来这个亲事 应亲的目的 我就想在洞房里和你拼命 姑娘一听她眼睛瞪起来 眼睛这几句话 还真起作用了 姑娘立刻不哭了 这拼命 这不是小事啊 怎么回事要跟我拼命呢 因为我和你父亲 擎天柱有仇 江湖四大怪节 叫我们给收拾好几个子 就剩你父亲 这擎天柱了 这次我们到这会儿来 破这个神州泪 就随便把泪破了 就算完了吗 我们店也把庭舰中披了 你想咱们怎么能成亲呢 可是我不知道小姐 有这么一番悲苦的身世 听完之后 我眼睛十分同情 可是没有义父之病 也没有仲家兄弟之言 我不敢应这个亲事 小姐您看这样行不行 等到神州泪破了之后 我把咱们这个事情 原原本本跟义父义书 由河北玉琴 我家义父做主 我们再接姻缘 不知小姐一下怎么样 上官玉环知书达理 听到这个地方 他是破题为啸 任燕青说的 和自己想的完全一样 那俩人就定下了海石山盟 从此以夫妻之名 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 实际是兄妹之情 其目的呢 就及早由金凤岭下 把吉氏与宋江救出去 第二天一早 燕青重新拜见了岳父岳母 这仲家英雄对他是另眼看待了 人家是金凤岭下 秦天柱的门戏了 秦天柱的心里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他本想是借着这个劫亲呢 就把浪子燕青给笼络过来 成为自己的人 心说这玩意能行吗 一旦燕青 要不这么屈从于我呢 你说我这脸可往哪割呀 人家把我的庄业打了 打上庄门 还打出个媳妇去 我呢 抓鸡不成十把米呀 第一个跟头 我算栽在梁山的手里了 我们弟兄四人 可就剩我想露一鼻子了 嘿嘿 秦天柱这心里呀 苦啊酸的 咸的甜的 反正什么味都有的 人家燕青夫妻挺高兴 善官玉环和燕青啊 这戏唱的还真不错 跟真事似的 是昏天喜地呀 有时候啊 人家上后花园去玩一玩 逛逛 前山瞅瞅 后山走走 比翼双飞的连里之 其实哪是这么回事 他们是想主意 要把吉士与宋江救出来 就在这一两天的时间内 燕青已经把这亭子 秦后左右都看明白了 准备今天晚上三经十分 有玉环姑娘帮着他 把宋江救出来 就离开金凤陵了 这人家兄妹两个都商定好了 可是就在这晚上的定今天 秦天住这庄院的后庄门开了 有打庄门里边 赶出一辆棚子车来 最使人注目的是这赶车的车夫 他九尺来勾地伸去 高挽着牛心发转 用个竹簪子别着头顶 一块青煞蒙着他的面孔 春青寡造一身黑 累下带着兵器 只见他把手中的鞭子这么一摇 给大车就赶出后门来了 然后他紧紧加鞭 啪啪啪 这出 一阵疯似的 赶出了金凤陵 这赶车的是谁呀 就是浪子彦青和集市女宋江 走到台湾地面中途雨 在一个破庙求许不是吗 看庙的那和尚 谁承想啊 他就是古木空 假驼驼 感情是精灵便帅太位高求 府里头一个堪腐的总交头 他自称为神龙妥妥 所谓神龙就是见首不见尾 他是一会儿一改装 两会儿一变压 今儿晚上他又还了徐了 宋江真叫他得劫走了 是一点都不假 此人奉高太位之命 暗带着金台 来到了泰安 他到这直接就找秦田中 开始把秦田中给吓了一跳 这人物来了 这可怎么办 不知他干什么来了 古木空告诉他 你不用怕 我借你这个地方战存身 因为我没露出本来面目 为什么要调转改办成一个僧人 我是为水泡梁山来的 自从天子旨意传下来之后 是布告天下 我听说 这布告丢了好几张 刚贴出去就没了 不用问 准让梁山人给接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来到泰安 泰位放心不下把我打死来 另外 我还另有重任在身 请你原谅 我就不能跟你实说了 这事秦田中不能再问了 人家跟自己不一样 因为人家是经营殿衰泰位身边的人 你别瞅他眼识这个下 破语啰嗦的 一转脸 就金亏金甲呀 他离开东京的时候 谁知道泰位向他交代什么来的 所以自己只好客气几句 您请放宽心 在这儿啊 您就一切自便 要用我之处自管吩咐 古木空也挺客气 我不用什么 只借您的家庙用一用 您就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僧人 我被困在此 您行个方便 给我这么快立足地就行 秦田柱真不知道他要干嘛 谁知道他在庙里住了不到十多天 这天突然间晚上背来一个人 天正下的雨呢 古木空就把秦田柱叫起来了 开始把秦田柱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人呢 庄主你不要吃惊 提起此人是鼎鼎大名 他就是水不梁山第一把金交椅 及时雨送江 好 哎呀 秦田柱一看这可了不得 他心想高台位使得这是什么手段呢 名义上他要把精明电衰那颗金印拿出来 做赌注了 要和梁山较量较量 谁把这金印夺了去 谁就是精明电衰 把天下这些反扣的罪都射了 那么干嘛又打负古木空到这会来 捉宋江呢 是宋江 是的 庄主你看 说着 古木空有打腰里头拿出几张画像来 只给秦田柱看 哪个叫田虎 哪个叫方辣王庆宋江 你看像不像 有点像 不过这个人 跟这画像不一样的地方是他 这脸上是怎么回事 说此人发配过这就面刺金印 哎呀他怎么不说话呀 是死了吗 嘿嘿 古木空微然一笑我的庄主啊 我哪敢把他弄死 此乃侵犯 别说是宋江 连田虎方辣王庆也算上 打折了胳膊嘴都不行 说个不好听的话 得像蛆蛆似的 全虚全影的 送到天子的跟前 皇上要看看这些人 他要亲自御神 那么现在他怎么不说话 我用的是一种药 您打算怎么办呢 庄主给我点方便 我想在你这庄里住上两日 因为他还带着一个保驾官呢 现在这个保驾官跑哪去了 不用问他正在找我 我想躲避躲避他的眼线 不愿意和他直接冲突 秦田虎已经那还不好办呢 我这庄里边有的是地印子 您先站起藏一藏 就这么着 他就把古墓宫藏在这 秦田虎也没想到 事情发展着这么迅速 燕青直接打上庄来 他女儿又跑到房上去 还是抓鸟儿 是看热闹 打房上摔一下去 原来啊 秦田虎打算不露面了 让侄儿铁杯并精熬出去 应酬应酬就算完了 能弄死吧 燕青弄死算了 弄不死赶走 他了之 可倒好啊 现在还成了亲了 他赶快来找顾木空 实话实说 我开始不愿意把女儿给他 后来为什么我又愿意 我想把燕青收买过来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不管怎么说 燕青将来能成为我的人 可这不是三天两早晨的事啊 他既是我们家的姑爷了 那么他想住些日子就住 想走就走啊 紧得在这住着 您也在这藏着 一旦碰上 这事就不好办了 另外据我看呢 他那个大声装来 十有八九 就是为丢了吉士与宋江 他没好意思说出这句话来 恐怕是丢面子 就是我不跟他成亲 我不把女儿给他 他也不能立立缩缩的离开我这庄 非得在这住两天不可 那倒好吧 翻脸咱们就打呗 现在看来不行了 我倒能跟他打 可我这夫人 如果我夫人要是一会儿咯 秦天柱就不往下说了 那意思就连你带我都够呛 其实不用秦天柱说 和尚已经觉察到了 燕青领着他这个名义上的夫人 到处这么走 那是干嘛呢 找我呢 庄主你就给我一辆车吧 就这么着 秦天柱给他打打了一辆车 当天晚上他就由后门出来 又一次的乔装改办 赶着车他这通跑啊 顾木空啊 跑着跑着就觉得这车后不总有点动静 他一手裸着江绳坐的车檐 这轻轻这么一回头 他见在车后不远处有一条鹤影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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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